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再过几天就是父亲节 泰山区公所特别选在餐厅 举办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这次共有17位模范父亲 接受表扬 家人也特地陪同前来 在公所用心安排下 全家人一起在餐厅泳餐 父爱如山泰山真爱 为表达对模范父亲的真爱 泰山区公所特别在餐厅 举办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许多名代表的特别到场祝贺 我们更敬佩我们今天的 泰山区所表扬出的模范父亲 恭喜你们有那么优秀的把他 作为我们泰山区的点画 作为我们社区体验的点画 大家其实平常 比较不会对爸爸说我爱你 所以希望说 借由今天这个机会 跟我们的模范爸爸 希望我们在场的家人们 可以跟模范爸爸们说声 我爱你然后也说声辛苦了 现在看到我们家庭和乐 时间也都有出团 我们就要好好把身体用一用 在这里祝福军节快乐 祝大家家庭美败 今天可以在我们公所来教育 表示过期你们的经验就是 但是我们所有的社会人数的 这是我们这些 天空在这里 还是所有的 你们可以来跟你们学习的 祝贝在这里也要同样 祝福军节快乐 我相信都是模范中的模范 我们每一个都有不同的故事 对家庭对社会的付出 今天能受到表扬 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 这次共有17位模范父亲 接受表扬 家人也特别陪同前来 分享喜悦 在公所的用心安排下 全家人一起在餐厅 开心的享受美好的晚餐 很高一条很高一条 教我们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长大很重要 我们请大家 谢谢 他像一座山一样 一直守护着我们 无论年纪所有父亲 都是恪守工作岗位 也是家庭重要靠山 父亲节到了 别忘了跟爸爸 说声父亲节快乐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 泰山采访报导